高雄九泰对战台湾银行 双方球员场上你来我往 防守进攻 看着球迷胜上限速跟着狂飙 随着球员在球场上的精彩表现 发出尖叫声 其中高雄九泰篮球队粉丝 拿着黄色加油棒呐喊加油 其中还有艺人已经是 九泰篮球队的铁粉 其实我们也是支持篮球 因为篮球运动反而就是很热血 而且很多年轻人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让运动变得更好 联赛的次数要多一点 因为让球员才有更多的实战经验 强度变强的话 整体的运动水平都会提高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好的 而且可以刺激眼球 九泰加油 九泰加油 我很开心 所以我今天一点就到了 很期待高雄九泰的比赛 高雄九泰的比赛 一定要第一名 非常期待 高雄九泰加油 高雄九泰对台湾银行的比赛 也是第十九季SBL超级篮球联赛的联盟 开幕仪式选在板桥体育馆进行后 随即点燃战火的首场赛事 九泰篮球队总领队黄锦璋 到场独军 期待年轻世代打造他们的精彩赛事 而队员曾博玉也表示 队员们全力以赴打出充满热力的比赛 让他们的球员可以完全的尽情发挥 然后用不一样的新思维来代引这样子的球队 然后可以打出更好的成绩 让更多的球迷可以来关注这个比赛 关注我们的球队 SBL就可能说现在是在篮球方面发展没那么好 然后可是我觉得球团都一直有在进步 然后当然就是我们球员自己要把比赛打得漂亮 然后增进多增进技术 才可以跟每个联盟来做相比 高雄九泰上季在高雄主场刮起旋风 新的球季开打赛事精彩可奇 除了到场观赛跟着赛事大喊加油感受热血之外 同时可锁定中加宽屏有线电视频道来观赛 记者综合报道